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猎奇手册 2018年5月5日清晨,河北石家庄一所大学的教职公住宅内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件 田卫,这位34岁的大学教授,在一阵怒气的驱使下,竟然紧紧抓住了妻子刘美娜的脖子 她的声音充满了威胁,你要是同意我提出的条件,我们就离婚,如果不同意,你看着办吧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无情和绝望,此时的刘美娜,脸色潮红,几乎窒息,却依然挤出了几个字 你你太过分了,她的声音微弱而充满哀求,这一幕与他们曾经的模范夫妻形象极为不复 田磊和刘美娜,曾被邻居们誉为恩爱的典范,怎么会走到如此地步 这对夫妻的故事要从很多年前说起 田磊和刘美娜都出生在河北苍州的一个普通农村,两人是高中时的同桌 后来又共同考入了石家庄的一所大学,大学时代 他们之间的感情在频繁的交往中逐渐加深 田磊性格开朗,学习勤奋,而刘美娜则聪明,温柔,两人似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大学毕业后,刘美娜以优异的成绩在一家事业单位顺利找到了工作 而田磊则考入北京的一所大学,继续深造 几年后,他们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礼之夜,两人虽然既紧张又兴奋 但在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时,田磊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夫妻之事 尽管刘美娜尽力安慰他,田磊还是深感挫败,心里无比懊恼 婚礼之后,他们开始了蜜月旅行 从大连的海边到长白山的天池,再到哈尔滨的太阳岛 然而,不论在何地,田磊都无法摆脱那夜的阴影 刘美娜对此表示出了无限的理解和支持 她坚信两人的感情足以跨越任何困难 在大连的一家宾馆里,他们再次尝试 但结果依旧令田磊沮丧 最终,在刘美娜的坚持下 他们去了医院进行检查,却得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 田磊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 目前医学界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这一刻,田磊觉得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而刘美娜却依然用她那平静的眼神 给予她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从医院归来的那天晚上 田磊坐在昏黄的电视光影中 情绪崩溃地流下了眼泪 一根接一根地点着烟 仿佛在这烟雾中寻找一丝慰藉 她眼眶红润,声音哽咽地对刘美娜说 娜娜,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如果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太委屈 想离婚,话还没说完 刘美娜就打断了她 她的眼神坚定,语气中充满了爱 离什么婚了 我爱你,能和你在一起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真的不在乎咱们有没有 那个 田磊听了妻子这一番话 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随后,她沉声对妻子说 可这事关系到我的面子 我求你了 娜娜,咱们之间的事 尤其是这个问题得烂在肚子里 连父母都不行 你答应我行吗 刘美娜认真的点头答应了 这段旅行之后 两人也没了旅游的心思 值得提前结束行程 回到了石家庄的家中 他们重新开始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平日里 下班后的两人经常一起散步 手牵手走在小区里 那画面在别人眼里 依然是恩爱的一对 为了转移对自身问题的关注 田磊将所有精力 都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中 常常夜不归宿地沉浸在实验室的工作中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不仅在学校里 获得了青年教学标兵的荣誉 还在科研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成为了学术骨干 刘美娜虽然从未经历过性生活 但她并不觉得 那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她更真是与丈夫的日常相伴 晚饭后的散步 成了他们的日常仪式 偶尔也会安排全国各地的旅行 这些小幸福填补了她心中的空缺 时间如白居过系 转眼间已到了2015年 两人都不如了儿立之年 这时候 双方父母开始焦急地催促他们生孩子 每逢春节回家 总是避不开这个话题 在家长们的重压下 两人总是想方设法地推托 然而 内心深处 刘美娜也渴望母亲的身份 某天 她向田磊提出了 通过医疗手段来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性 建议去医院检查是否可以进行人工受精 田磊虽然对医疗技术抱有信心 但还是担心在当地医院被熟人看到影响自己的名誉 于是提议利用旅游的名义去外地寻找解决方案 接下来的几年 他们借着出差和旅游的机会辗转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花费巨资寻求医治 却始终未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直到2016年夏天 田磊对此渐渐失去了信心 不再积极寻求医治 但是 刘美娜没有放弃 她在网络上了解到 成都有一家知名的南科医院可能有办法 她劝说田磊再试一次 带着一线希望 两人前往了成都 然而 成都的医院给出的答复却是冰冷无情 田磊的状况极为罕见 根本无法通过常规方法进行人工受精 除非借助精子库 医生的这番话 让这对夫妻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从成都归来后的那段时间 田磊心情低落至极 然而 一个多月后 她似乎找回了以往的自己 再次埋头于实验室的繁忙工作中 在十月的某一天 她兴奋地打电话给妻子刘美娜 让她准备一桌美味佳肴 因为晚上她要带一个朋友回家共进晚餐 那天下班后 刘美娜特意到菜市场精心挑选了食材 等到晚饭时间 田磊和她的朋友一同到达 田磊拍着朋友的肩膀 高兴地向刘美娜介绍说 娜娜 这是我同事宁东海 平时她在工作上帮了我不少忙 我一直想请她来家里尝尝你的手艺 今天终于把她请来了 说着 她们便一起坐下 开始享用晚餐 饭桌上 气氛热烈而和谐 田磊又拿出了一瓶 她从国外带回的葡萄酒 笑着说 有这么好的菜 不配点好酒 可惜了 今天心情不错 咱们多喝点 刘美娜依照田磊的要求 打开了音箱 放起了轻柔的音乐 三人举杯唱饮 享受着温馨的时刻 然而 正当气氛最好时 田磊的手机突然响起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皱了皱眉头 哎 领导这个时候打电话 真是扫兴 她向宁东海和刘美娜 抱歉的一笑 便走到阳台上接电话 电话结束后 田磊有些无奈地说 实验室那边出了点紧急情况 需要我过去一趟 你们先慢慢吃 我很快就回来 留下刘美娜和宁东海 两人继续用餐 刘美娜有些尴尬 她不太习惯 与陌生男人单独相处 但考虑到丈夫的吩咐 她还是尽力维持着礼貌 宁东海却非常坚谈 用她的幽默和智慧 很快就打破了尴尬的氛围 并频频频敬酒 鼓励刘美娜多喝几杯 随着酒精的作用 刘美娜感到自己的意识逐渐模糊 宁东海的脸庞 在她眼前开始变得朦胧 而周围的音乐 似乎也越来越迷幻 在这种氛围中 宁东海突然站起来 走到了刘美娜的身边 轻轻地把她拉入怀中 刘美娜的心中 涌动着复杂的情绪 她错觉中将宁东海当作了田泪 两人在模糊的意识中亲密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卧室的门被踢开了 田泪站在门口 目光如刀 看着床上的两人 刘美娜惊慌失措地从床上跳起 抓起毛毯裹住身体 宁东海也急忙穿好衣服 匆忙离开 田泪一言不发地转身出了门 直到深夜才醉醺醺醺地回到家 发现刘美娜正坐在沙发上 眼中满身泪水 田泪回到家的那一刻 刘美娜急忙冲上前去 泪眼汪汪地连声道歉 天啊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可能是酒喝多了 我把她当成了你 看着妻子泪流满面的样子 田泪的心也软了 她紧紧地把她搂进怀里 眼眶也湿润了 她自责地说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怪你 是我自己不够好 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我每天让你守着空房 我 我真是对不起你 刘美娜听到丈夫这样说 心里的愧疚更深了 两人相拥而弃 过了好一会儿 田泪终于平复了情绪 陈生说 这一切都是宁东海的错 我太大意了 没看出她的真面目 我一定会找她算账的 但这次你 确实做做了事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刘美娜立刻点头 急切地说 只要不是让我离开你 其他我都答应 田泪深吸一口气 继续说 现在家里和邻居都在催我庙孩子 但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 你能不能答应我 把不能生孩子的责任揽到你头上 这样 至少我的面子还能保住 只要你这么做 我就不会追究你的过错了 为了让丈夫原谅自己的出轨 刘美娜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要求 从那以后 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他们没有孩子 田泪总是叹气说 娜娜不能生育 但这不重要 我们俩感情好 不要孩子 反而更自在 别人总会对他们投来 既羡母又同情的目光 田泪在外人眼中 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好丈夫 听到这样的议论 刘美娜虽然表面波澜不惊 内心却是苦涩难言 到了2017年春节 这对夫妻回到老家过年 很快 刘美娜不能生育的消息就传开了 在他们的农村 这几乎等同于一个重大的缺陷 刘美娜的父母因此感到严面尽失 对女儿说 你命不好 田泪不嫌弃你 你就好好跟她过 别让人家看清了我们家 刘美娜的公婆得知这个消息后 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对她的态度越发冷漠 她在家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大年三十的晚上 田泪带着家人外出烧烤玩乐至深夜 回到家后 刘美娜看到婆婆冷着一张脸 把她叫到卫生间 只是一堆脏衣服说 明年大年初一 你得洗了这些衣服 刘美娜打道 我今天太累了 用洗衣机洗吧 但婆婆不依不饶 你又不是孕妇 也不用带孩子 为什么 这句话让刘美娜感到极大的委屈 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说到底呀 婆婆还是嫌疾她不能生 此时在想到丈夫说的那个要求之后 刘美娜感到了空前的委屈 她逃到卧室里 将自己心里的委屈和不满 全都倾诉给了田泪 田泪一边安慰她 一边急忙起床穿好衣服 我知道你受了多少委屈 明天我会好好和他们谈谈 咱们现在就用洗衣机把衣服洗了 边洗边聊聊 别太往心里去 刘美娜听了这话 感到有些安慰 但依旧心有余悸 那些破规矩真是没完没了 你妈这是明白着找茬 她绝了绝嘴 无奈地说 我真的累了 你先洗吧 反正那些衣服也是你的 说完 她就脱掉衣服 上床睡觉去了 田泪只好自己去卫生间 将衣服丢进洗衣机 第二天下午 田泪向她的父母 正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爸妈 虽然娜娜不能生孩子 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而且 我自己也觉得 不要孩子挺好的 这样既减轻了社会负担 也让我们的生活更自由 你们看 现在那么多老人 不也是最后去养老院吗 我们不要孩子 感情反而更好 田泪继续劝解她的父母 而且你们不是还有孙子吗 我哥哥家明年小侄子 就要上学了 现在国家开放二胎政策 如果你们真的还想抱孙子 可以让哥哥他们 再努力生一个 这番话虽然让父母无话可说 但他们心里对这个不能生育的儿媳妇 还是有所嫌弃 田泪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不久后 被任命为生化实验室的主任 成为校内最年轻的学科带头人 虽然夫妻俩无奈接受了 无子的现实 刘美娜在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时 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羡慕和渴望 有一天 她泪眼婆娑地对田泪说 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人工受精呢 我真的很想有个自己的孩子 单位里那些人背后议论我 说我是个不孕的母亲 但你知道 其实我是可以的 我不想被这个不名誉的名声 田泪紧紧抱住她 柔声安慰 娜娜 你别再以别人的目光和议论 他们懂什么 只要我们俩幸福 那比什么都强 我会一辈子疼你 爱你的 为了逃避那些无休止的非议 刘美娜决定换个环境 她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 并换了一个销售的职位 那天 刘美娜告诉田泪 自己计划和几位同事去桂林出差 可能需要一周时间 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 田泪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 嗯 都有 主要是男同事 刘美娜没有注意到 丈夫脸上的不悦 继续说 他们经验丰富 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田泪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不行 我不同意你和一群男同事出差这么久 万一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是怎么办 刘美娜感到意外 也有些生气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信任我 田泪急忙辩解 不是不信任你 我是担心那些同事 你长得漂亮 又保养得好 很多人都会有想法的 有些男人就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做些出格的事 你还是别去了 刘美娜无奈之下 只好回到单位 请求领导将她的出差名额更换给另一位女同事 此后 每当刘美娜参与单位活动 只要涉及男同事 田泪都会详细询问 有时甚至偷看她的手机微信 检查是否有不当的聊天记录 这一切让刘美娜感到极大的压力 到了2018年五一节 刘美娜决定趁假期整理家里 打扫到书房时 她发现书架顶部有个尘封已久的小铁盒 好奇之下 她打开盒子 里面有一个装着标签的玻璃瓶 标签上写着二亚假机 盒子底部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已收取田累一万元 保证不再纠缠 并绝不泄露与刘美娜同床之事 宁东海 震惊之下 刘美娜立刻搜索那药品标签上的名字 结果显示是一种迷魂药 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利用这种药物来操控她 以此掩盖她的性无能 同时防止她与其他男性接触 以免她怀孕暴露她的秘密 中午田累回家时 刘美娜没有像往常一样准备午餐 而是将那个铁盒子摆在了桌上 质问她盒子和钱款的来历 田累听出了刘美娜语气中的怒意 慌张地跪下求饶 承认了一切 我错了 但请你不要离开我 她哀求道 刘美娜冷静地回应 我已经决定了 我们离婚吧 她将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摆在田累面前 田累健壮 语气一变 嘲讽地说 你就不怕你和宁东海的事情败露吗 离婚前你得好好想想 刘美娜气愤至极 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回到了娘家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离开这个男人 刘美娜一回到家 就将田累设计陷害她的全部细节 坦白给了父母 她的父母听后气愤不移 坚决支持女儿与田累离婚 认为这样的男人不配做丈夫 5月3日 田累满怀忐忑地买了很多礼物 试图去刘美娜的老家把她接回城里 然而 当她满腔热情地出现在刘美娜家门前时 却被岳父母冷冷地赶了出来 田累急切地辩解 我是来找刘美娜的 我是她的合法丈夫 你们没有权利阻止我们见面 刘美娜的父亲 气得脸色铁青 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 合法丈夫 哪有你这样的丈夫 为了自己的面子把妻子害得体无完肤 我们不认你这样的人 你给我立刻滚开 考虑到第二天还要上班 刘美娜不得不返回城里 回到家后 她再次坚定地向田累提出离婚 田累一方面说尽好话试图挽回 一方面又提出荒谬的条件 如果你答应我 在婚后不生孩子 我就同意和你离婚 刘美娜对这种无理要求冷笑一声 你这是什么人话 你这样的要求算什么 看到刘美娜毫不动摇 田累彻底绝望 愤怒地摔门而出 那天晚上深夜 酒醉的田累 从实验室偷取了剧毒的情话 回到家中 发生了案件开头的悲剧场面 她在冲动中试图掐死妻子 并计划自杀 刘美娜虽然幸免于难 仅是被暂时掐晕 但田累却因服下剧毒药物而死亡 这个事件不仅是一个悲剧 也让人深思 男人的价值 难道仅仅是性功能吗 真正的男人 应当是以人格 责任感 事业和宽广的胸怀来衡量 而不应只看他的性能力 田累的行为显示 他在这些更重要的方面 完全不及格 这样的人 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